大家好我是一日和 今天咱们再聊聊户外这些事 说说这个背包 还有这种小军桥 这个东西除了它正常的功能以外 在野外还能做些什么 这次是讲的是安全 大家一定要举一反三 因为我们在野外遇见的 不光是野兽还有其他的东西对吧 安全上你懂的 举一反三不同的场景都可以用到 在野外的时候我们最常遇见的野兽 就是野猪和狼 你像什么东北虎熊虾的这个 你一旦遇见了你就想想 你做过什么对不起大家事就得了 这个太罕见了 狼的进攻方式一般是扑咬 它不会在下面咬你的腿 也就是它攻击的地方主要是你的胳膊 还有前胸这个位置 然后野猪主要是冲撞 冲撞之后用它那个獠牙挑 这个主要是攻击位置是你的腿 这个我们用背包都能防得住 你不要小看这个背包 背包里边装满东西之后 又装一点点东西 它至少就得有这么厚 而且后边贴近我们后背的地方 还有一个保护的那个海绵嘛 这个做缓冲力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做一个抵御 防住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腿就OK了 然后呢我们还要学习一下谁呢 就是什么蜥蜴啊海星啊海神呢 它们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去掉一部分 比如蜥蜴把尾巴断了吸引攻击 然后它趁机跑掉了 海星稳定仗图出来 我们也要接见它们这个办法 野兽是不知道这个背包和我们不是一体的 用背包在前面吸引火力 它一旦跟背包纠缠上了 气包引全身而退 它不知道啊 它以为这人身上什么东西 咬掉了一大块 我可以吃了 它就不再追你了 然后这时候你躲开 但具体呢还有一些细节 我要给大伙讲一下 看动作吧 在做上身防御的时候呢 最好是单手拎起来这个背包 然后呢 用手臂和手肘做一个支撑 这样的话呢 你另一个手就弦得出来 能干些别的 而且呢 这个支撑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力量非常足 腿呢要一前一后 身体要有弹性 在用背包做下身防御的时候呢 一定要走一个公布 这样呢 你的膝盖是弯曲的 可以缓冲很大的力量 如果膝盖绷直了的话呢 腿会被撞断的 这个很重要啊 要弹性 在调整保护方向的时候啊 一定是没有保护的那个腿在动 有保护这条腿呢 只做一个轴作为旋转用 这条腿不要动 刚才这个视频呢 是背包的使用方法 这个防御力非常非常的强 你看啊 背包里边装的一些衣服啊 或者你装的两本书啊 还有它后边那个保护呢 后背的那个海绵 就那个缓冲层 它的力量强到什么程度呢 除非是遇见青龙艳月啊 脏八舌毛 剩下统统都能防住 不要害怕 一定要信得着它 效果特别的好 哎 这个背包呢 就相当于一个盾牌 相当于一个盾牌 然后呢 我们再说说这个军锹什么用啊 铁锹呢 我推荐是这种 这样的就是非常便宜 应该是18块钱 20块钱就报到夹了 然后呢 那种长杆的上面 一截一截的拧开 又有手电 又有伙食 大堆功能的那个 千万不要用啊 那种所谓的金属户外铁锹 用一次手腕子受一次伤 它只能坑言 只是一个表演的玩具啊 那个东西啥也不是 千万别用 这个呢 就非常简单 但是它设计有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锹的头太宽了 它跟这个霸的长短呢 是不成比例的 我们一旦使用这种铁锹 在抡起来的时候 很容易就脱手 或者伤到自己手腕子 最好你就找个什么 做创造的 修理合金门闯的地方 你给它二十块钱 那不两边给你切去点 切去之后 这一点点配重下去了 两边都切 它的平衡性就特别特别的好了 而且使用起来非常非常舒服 这把铁锹跟了我好多年了 经过改造之后的这个军桥啊 再加上这个背包 它们俩使用起来简直就是绝配 天衣无缝 太完美的组合了 这个是 这个运动背包啊 和这个行军桥 它们俩的组合呢 堪称完美 背包的防御面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呢 除非野兽从一个非常刁转的角度去攻击你 否则你都能防得住 何况你还有这个行军桥作为干扰吗 对吧 很多野兽就自拿而退了 再有呢 就是现场一定要尘早冷静 不要那个晃了啊 一晃什么都白费了 有一些动作细节呢 照着镜子练一练 没有那个行军桥 就是拿个筷子拿个耍子 比划比划啊 挺好的这么一个组合 还有一个电影啊 叫斯巴达三百勇士 那我推荐看一下啊 这个行军桥和运动背包 这个组合呢 跟罗马的步兵方阵 有一曲同工之妙 我估计大家是学会 这个组合怎么用了啊 拜拜